AND的函數 它主要用途在哪裡 假如說今天我們有兩個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以上的條件 底下有一個叫 查看業務銷售量是否大於20 銷售量要大於20 而且銷售額也要大於8萬 就是說這個跟這個 兩個都要AND 都要同時成立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if可不可以做到呢 if實際上有限 因為if裡面只有一個條件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兩個條件 包含什麼呢 銷售量要20以上 然後銷售金額要8萬以上 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在這個地方 在12的儲存個點一下 那這邊的話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全部好的if 先打一下i往下 可是我有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同時放在 這邊一個條件 這邊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怎麼放進一個格子裡面呢 不行嘛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要增加一個AND的函數 AND的函數 那特別注意 兩個如果同時要成立的話就用AND 如果呢 其中一個條件成立的話呢 就用O 或 這兩個部分 那怎麼加AND 特別注意呢 第二個條件呢 請你喔 在這個箭頭點一下 其他函數 其他函數部分的話呢 找到AND 所以AND 請你在這邊 輸入個AND好 往下AND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就會有兩個條件 其實兩個以上呢 第一個 第二個 可不可以第三個 可以 可不可以第四個 可以 特別注意喔 那怎麼增加條件 第一個 第一個條件是銷售量 所以銷售量在這裡 點一下對不對 要大於20 第二個條件呢是 游標移下來 第二個條件 那你會發現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出來了 其實 它可以很多個條件 多個條件喔 它說預測是1到30個 所以也就是說呢 它最多可以讓你做幾個呢 30個條件 同時30個條件呢 你可以用AND 那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它 它要大於多少呢 大於8萬 好 兩個條件都輸入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確定 不過確定呢 因為我這個公式還沒完成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 會產生錯誤 它會跳出來說 您輸入的公式有錯誤 按確定 不要理它 游標呢 請你再點到if 再按fx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是true的話呢 就是這個條件 這個達成的話呢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輸入是或否好了 是 這邊的話呢 就輸入一個是 請輸入是兩 這個是 切換到那個 這個 那反之的話呢 就輸入否 否 好 按一個確定 好 條件就出了 烤平是否 好 是否 是否 這邊就出來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 用那個列或 或優啦 其實也是一樣的 重新在 同樣的方式再做一次 所以底下條件給它優 或者列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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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